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又到了一個禮拜一次 秋風回覆您留言的時間啦 秋風我回來了 從美國回來 就遇到一年一度的端午節 回家吃了幾個粽子 不過粽子不要吃太多 小心消化不和涼 總之回來就是開心 Yeah 那我們就繼續回覆各位觀眾們的留言喔 我好奇的是這場秋風怎麼沒有用真男人挖礦法 就是直直的挖下去的挖礦法呢 關於這個邊界奪旗賽 其實我們超級明星隊每一次開賽前都有會錢 就是要打鬥的時候會討論一些戰法 每一次戰法都不太一樣 像這一場為什麼沒有用真男人挖礦 就是我們討論之後我們決定不採用真男人挖礦 就是這樣子 每一次的戰法都會不一樣 所以你們看到就會每一次次次有不一樣的感受 就是類似這樣子啦 我們再看下一題 太陽拳是什麼? 笑死我了 太陽拳就是利用太陽光 然後 站在太陽的前面 敵人會看到太陽就會 啊好刺眼 然後就看不清楚 有點像閃光彈的功能 無法分辨敵人的位置 這個太陽拳的出處來自於七龍珠 不知道喔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上網才查到的 笑死我了 我們再看下一題 我看了這麽多集才知道 這是限制集的 跟你們講 我當初拿到遊戲盒子 看到它上面寫一個限制集 我也嚇了一大跳 還好我十八歲了 限制集 不過我覺得這個秘境探險系列沒有這麽限制集 可能是分類的人覺得裡面有槍戰 然後會噴血 然後有殺人鏡頭 就說是限制集的 嗯...那樣子 應該很多遊戲都限制集的啦 嗯...也確實很多遊戲都限制集的 總之它是限制集的啦 嗯...跟大家講一下 你們自己斟酌要不要看 好不好 我們看下一題 太複雜了 新手大概玩完教學模式 就玩不下去了 嗯... 畢竟它是用手把玩嘛 家機和電腦本來就有所差別 用手把玩 所以特別告訴你 用手把怎麽玩 不過我覺得它教學模式還蠻有趣的 我會...應該會把教學模式玩完之後 再看看怎麽樣 我覺得是...它... 畢竟電腦版沒有嘛 全新的體驗 嗯...這個... 此影片適合新手觀看 好不好 新手一起來跟我... 體驗一下 我們再看下一題 秋風的面具好帥 不懂可以在哪裏買到 我...去一三展 頭上戴的那頂面具 不要懷疑 就是從... 一...大利... 一...大利... 然後... 威尼斯買回來的面具 很帥 真的...超帥 也謝謝我的家人 去威尼斯的時候想到我需要面具 就特別買了一頂給我 謝謝 我們再看下一個留言 超級明星隊的獎杯也太帥了吧 嘿嘿 巧克力 想要哦 嘿嘿嘿嘿嘿 我就是看到他寫的 SUPER STAR 我才買下來的 如果他寫的什麽最佳男主角啊 最佳導演啊 我根本就不想買 我就是因為他寫的SUPER STAR 超級明星隊萬歲 萬歲 萬歲 好啦 看下一題 好像很熱的樣子 我去環球影城 當天真的還蠻熱的 不過再怎麽熱也沒有 現在在台灣怎麽熱 他們那邊白天大概是28度到30度左右 那晚上就很冷 晚上大概16度到18度 溫差超級大 每天溫差都...早晚溫差十幾度 所以... 要穿件外套啦 不然真的會冷 注意保暖 不然容易感冒哦 接著就來到我們這個禮拜的 趣事分享時間啊 這個禮拜呢 趣事分享 是我覺得很有趣的一個事件 然後我分享給大家聽 這個事件呢 就是有一個爸爸寄信給我 你好 我的兒子今年5歲 他每天都要看你玩電玩的節目 也會模仿你的語調 一邊看一邊呆呆的笑 呵呵笑 呵呵呵 不知道是否方便可以在節目中 呼籲小朋友看電腦也要休息 這個事件很有趣 為什麼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不只這個家長也有寫信給我 要我提醒各位在電腦前面觀看的烏帕們 那請你們不要看這麼久的電腦 就要為了眼睛著想不只一位 所以我覺得十分有趣 所以秋風就特別在此呼籲 你現在在看影片 假設你已經看超過30分鐘了 請休息一下 欸 不過這個影片沒有30分鐘 所以不用現在急著關掉 好不好 我還沒講完 還有 要聽爸爸媽媽的話哦 有沒有聽到 記得看影片不要超過30分鐘 要聽爸爸媽媽的話 知道了沒有哦 呵呵呵 好啦 我們這個禮拜的回覆留言 就到這邊結束囉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